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应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 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今天豪哥继续给大家聊一聊 迪迦奥特曼中比较残忍的一集 你们想到哪一集了呢 现在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集一开始 在夜晚中 一个带着手铐的女人 从爆炸中走了出来 而这件事自然是惊动了胜利对吗 他们开始负责调查这件事 而此时的城市里边 有人在东躲西藏 仿佛在害怕些什么 又出现了一个 看来就不像好人 而且拥有超高跳跃力的人出现了 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 就觉得这货一定不是人类 结果果不其然 在胜利对的深入调查下 发现其实这只是 异常残忍的狩猎游戏 那一男一女 其实只不过是猎物罢了 而那个面容凶悍的男人是猎人 然而这三者都是外星人 最凶残的就是木真行人 以捕捉其他星球居民为乐趣的 残忍宇宙人 这种捕捉其他星球居民的行为 是一种狩猎游戏 就是将对方靠上手铐 并且流放 随后自己去追杀 杀死后将手铐作为证据带回去 最可怕的是 他们星球上的人都喜欢干这种事 这迪迦奥特曼能忍吗 他爆发出了最强的怒气 以强力性干掉了木真行人 大家小时候在看迪迦奥特曼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集呢 反正豪哥除了记得那些感人片段以外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十四集 被流放的目标 因为豪哥看这集的时候非常生气 对于木真行人的做法 恨不得钻进电视里面 爆打他们一顿都不解气 但是 其实这集讲述的故事 真的很人性 很黑暗 明明都是宇宙人 并且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 有的却一点尊严都没有 只能沦为猎物 但是 在地球上同样披着人的皮肤 也要区分出猎人和猎物 这件事要告诉咱们 看人不能只看表面 内涵同样重要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 你们都猜对了吗